周深!周深!周深! 2月2号,周深现身参加2023年央视元宵晚会路透曝光 当周深出现之后,他又穿着这件和春晚第一、二、四、五次连排一样的衣服 被粉丝吐槽不换衣服 周深一边小跑,一边猛地摘下口罩 向炸毛的猫猫大喊,换啦!就一路小跑去上班了 一边跑,一边还不忘给粉丝挥手 给工作人员鞠躬,真是有礼貌的猫猫呀 这件外套是他在乌克兰读书的时候买的 算一算,已经有十年了 期待他的精彩舞台表演 有请今天的庄主周深 身上 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先帮哪个脚 二、二、三、四、四、五、六、七、八 这怎么不能说一整靠吧 但是你别让你聊得起啊 这怎么太长了 要恐怖的啊,好好跳,亲 一嘴运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孙悦同学 哎,搞我了 七、八、四、二、三、四、五 今晚,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光音乐会 周深专场终于来了 这么多年 今天是一场隆重而正式的歇段性总结 周深专场的助阵嘉宾实力强大 也是本季截至目前为止最重磅的一期 黄岐山、容祖儿、梁龙都是歌坛实力派前辈 可见芒果台对周深的重视程度 来,我是做的 来,来,来,你装主 不要了,我在这里 来到十圈十美餐厅 我就不是装主了 哇,一个地方的餐戏 我要是没有答对 我们是不是这一拍就录完了 导演组播放几段影视剧片段 周深老师 需要接触下一句叹词 答对四题 计算 我爱叹剧动 我不记财了 来 请听听 我不记财 我爱叹剧动 世界如此美好 我却如此暴躁 哇 哇 本期周深带着新歌 人是赖我首秀 给观众送上了满满的惊喜 它那充满力量的高音 让歌曲的内涵 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旋律里的科技感和时空穿梭感 让人觉着激昂又震撼 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作品 希望大家借由它 带领大家到未来去 看一看更多更美的风景 让我们跟随人世去探索未知吧 在时光音乐会深夜食堂的这个环节 节目组放出了一段视频 国内三大知名音乐人 钱雷 隐约 弹顿 纷纷献身 为周深专场 也为周深本人加油助威 三位老师对他共同的期许 就是希望 未来周深可以创作更多的优质音乐 熟悉周深的朋友应该知道 周深对这几位老师特别的尊敬 在听到他们的夸奖之后 周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他们的神仙有意动容 这就像花开忘忧一样 周深的这种花开忘忧 其实它不是为任何一个东西而做的 它也不是专辑 也不是YST 就单单准备一首歌 一种感觉 我就喜欢跟这样的歌手一起合作 一起成长 一起走下去 一起突破安全区 一起去创造更多不一样的音乐 迪仔雷格的心理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特别的朋友和我的弟弟 大家从是在我上口的兄弟开始 一直到大鱼 一直到后面我们合作的很多作品 我就感觉就是我们两个特别心有灵犀 就是你对音乐的理解和我对音乐的理解 大家就等于一排即合 所以说在音乐上我们特别有就是那种默契 这个是无法替代 今天是你的个人专场音乐会 雷格祝你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能带给大家更多好的歌曲 勇敢地去创造更多不一样的音乐 带给我们更多的时听盛言 看到周深被诸多老师夸奖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成语 那就是花团锦簇 周深为了能奔赴他梦想中的舞台 在背后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周深当然经历过很多的无奈与心酸 但是面对前方无尽的黑暗 以及数不清的风浪 周深的选择不是退缩 而是勇往直前 要是遇到风浪 那么周深就劈开风浪 要是前行的路上没有光明 那周深就化为阳光 照亮前行的路 也唤醒那些迷途的人 你从何时遇见周深 宇宙中各自旋转的地球 因为音乐在某一个瞬间相遇 今晚七点半来时光音乐会遇见周深 期待属于周深音乐的魅力瞬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 春天要到了 明天呢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气 立春 而且今年因为是润年的缘故 所以我们会迎来一个双春年 而立春的到来也告诉大家 要迎接新的开始啦 我想要写下我对大家 关于春天的祝福关键词 送给我的小伙伴们 那春天就代表的是 希望 写得真好 这一块自己啊 春天 哦 因为是润年 是个双春年 所以好事成双 哦 这个笔我要带回家 我写字这么丑 怎么用这个笔写字这么好看 好事成双 春天大家也都是说 新生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 永远都要有挑战的勇气 以及从任何地方出发的勇气 那就是勇气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你的起始点 加油啊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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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在哪里啊 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希望大家永远可以保护好心中的那一个少年或者是少女 我们永远是可以保护好心中那一颗最童真的心 也是最享受这个世间最简单快乐的那个心 永远做那个少年或是少女 其实这几个关键词不光是送给我的时光小伙伴们的 也是送给屏幕前每一个听到了所有的祝福 以及看到的每一个你 我们和冬天告别与春天相拥 希望在冬日里留下的那些遗憾都能够被春风的温暖和解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2023年不复好时光 周五晚七点半 记得来时光音乐会我的音乐专场 与你分享我的时光故事